大家好,这里是拔丝地瓜 相信大家平时都喜欢看综艺来打发时间 但有时候,现实远比综艺更荒诞 前几年生存类真人秀火爆全球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贝爷的荒野生存 以及欧美真人秀电视节目急速前进 借着这股热潮 英国在2016年也推出了一档实镜真人秀生存节目 名字叫伊甸园 邀请了23名英国民众参与野外生存 但离奇的是,节目在仅仅播出4期后就停播了 而参赛者还被蒙在鼓里 继续在野外生活了一年多 很难想象当他们发现事情真相的时候会有多崩溃 所以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个史上最惨的真人秀综艺 伊甸园 伊甸园是由英国Channel 4推出的一档野外生存类真人秀 节目一开始提出了非常高大上的设想 就是实行所谓的伊甸园计划 在不借助现有社会力量的前提下 他们能否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乌托邦 建立新的法律和规则 因此节目组挑选了23名英国民众 来到人际罕见的苏格兰高地上的一个非常偏远的海湾 进行野外生存挑战 在那里他们要和外界完全断绝联系 在没有网络,没有电话 知己与能维持生命的物资的条件下 在野外成功生存一年极为胜利 因为是野外生存节目 参赛者的身边没有任何跟拍摄像师 录影设备仅有固定位置放置好的摄像机 和每个参赛者身上绑着的个人摄像头 节目组在将参赛者送到皇帝以后也都撤离 还提前和当地人协商好 不会给参赛者提供任何的额外帮助 节目从2016年3月份正式开拍 并于7月份在电视台上正式播出 这个节目一开始还隐约有要火爆的势头 集齐了野外生存 人际交往 全素人阵容各种要素 宣传片也拍得气势十足 参赛者面对镜头信心满满 他们齐心协力地盖房子 捕猎 种菜 还有男女选手之间暗藏着粉红色的小暧昧气氛 都看点十足 节目组为了收视率 还特地安排男多女少的婚俗搭配 可以看得出来 节目组对这个节目是真的寄予厚望 然而这个野外生存的难度 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刚开始大家在物资充足的时候 还能相亲相爱 每天说笑打闹 好不快活 但长期在环境恶劣的荒野生活 参赛者到后来物资短缺 就只能自食其力 靠老天吃饭 鸡一顿饱一顿成为常态 甚至像原始人一样啃食树皮 吃混着沙子的鸡食成为日常 参赛者之间的内部矛盾 也逐渐激化 时常互撕谩骂 三角链 高冷战 拉帮结派 各种破事层出不穷 天上一只乌鸦飞过 这群人也会为了抢食乌鸦肉 而打得头破血流 晚上睡觉 也是在防水布置城的简陋帐篷里面 夏天忍受蚊冲叮咬 冬天还要抵御寒冷 真是令人叫苦不迭 许多参赛者 由于实在无法忍受这艰苦的环境 纷纷中途退出节目 在节目中第一位离开的参赛者 泰拉齐勒曼表示 参赛后期 他曾遭到其他参赛者的霸凌 提前退出的汤姆瓦更是直言 整个节目就是一坨石 不少参赛者也因此沾染疾病 又无法及时得到就医 健康状况堪忧 最后只有十个参赛者 坚持到了最后 成功在野外生存一年 并且回到了各自的家里 在他们坚持的一年里 他们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比如他们都不知道 英国已经脱欧 首相卡梅伦换成了梅姨 以及最终是段子手 川普赢得了美国总统 他们和世界 整整脱节了一年 然而最最离谱的是 这十名参赛者 在野外苦成一年 回到家后竟然发现 节目早就在去年八月 就停播了 并且只播出了前面四期 就直接被腰斩 相当于给这挑战成功的 十个人当头一棒 这一年在野外的努力生存 全都白干 他们成了十足的笑话 感觉心在滴血 原来这档节目自打播出后 收视率一直都不太理想 主要原因 竟然是因为太过写实 观众们看这个野外生存 节目的初衷 是为了看参赛者疯狂被虐 以及他们之间的drama情节 然而 节目播出后 和他们的摄像却大相径听 节目一开始 这些参赛者之间和谐相处 一起建设营地 过于平淡 没有丝毫曲折离奇 让人直呼无聊 虽然后续因为食物等资源的匮乏 出现了很多狗血情节 但不仅是观众 根本没有耐心看后续的发展 节目组甚至剪都没剪出来 原因是 原本就不尽如人意的收视率直线跌落 第一期 一百七十万收视率 到第四期 直接下降到八十万 节目组不得已 只能临时腰斩来挽回成本 节目账号也早早停更 最新的一条帖子 停留在2016年10月6号 这条帖子的互动量已惨不人毒 相比同年 在英国播出的大热明星野外 求生类综艺 我是明星 让我出去两个综艺的处境 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节目停播后 因为没有设想师在场 竟然没有一个人去通知参赛者 不是把斯君说 这节目组也太不负责任了 又因为断网断电 参赛者无法与自己的亲友联系 所以节目组就这么 留那十个人在六英亩的荒野上 一直苦逼的生存一年 然后好不容易熬过来了 突然告诉他们 一切都白熬了 谁来赔他们的物工费 医药费 青春损失费啊 而那苦命的十个人 在剩下的大半年里 究竟做了什么 我们也无从知晓 此时已经爆出 网友们立马在网上炸锅了 有的网友幸灾乐祸 这真的有点搞笑啊 真想看看他们在 特殖停播的表情 有的感慨 我当时还挺期待来着 然而看着看着就没了 也没人告诉我 还有的心疼参赛者 真的有点太残忍了 还有人表示敬佩 一年后还活下来的 根本就是强者 有位参赛者的家属 事后还在推特上po文 我嫂嫂的哥哥 是其中一名参赛者 他一直坚持到最后 还自己建造了一个滑翔机 这都怪节目的宣传太差劲 以及节目团队无作为 他们以为参赛者会出现打架 爱恨情仇的戏码 但是大家就是很平淡的生活 这件事还登上了卫报 事后电视台发言人 对这起乌龙事件做出回应 负责人公开表示说到 伊甸园这个节目 本身是一个社会实验 在拍摄当时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此不论参赛者 面临到什么正面或负面的事情 我们都想将它记录下来 节目也将在今年重新播出 这让巴斯君想起了这部综艺的slogan What if we start again 这回是真的从头再来了 但公众对节目组 临时想起来的公关说法并不埋账 有人起哄 这节目组肯定是为了 搏噱头故意这么做的 还有网友开玩笑 这节目适合在4月1日播出 还有缺德网友调侃 最后节目有人怀孕 多了一个人留下来 越来越多的节目内部人员出来爆料 中途退出的参赛者 吐槽节目剪辑出来的根本就不是真实情况 这场风波有着越闹越大的趋势 最后节目组迫于公众的压力 只能出来不情不愿地道歉 并在2017年8月将剩下的5期剪辑完成 除了节目腰斩 节目背后也是抓马不断 当地人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许多参赛者会偷偷向他们买素食及烟酒 看到那些参与者疯狂咽下垃圾食品和酒的样子 感觉这节目就是个笑话 参赛者的求生装备更贵到令人发指 你以为他们快要生活不下去 其实他们在荒野里吃自己家的私人厨师 给做的面团和杏子干 越来越多的观众逐渐意识到 这真人秀 不过就是赤裸裸的一群中产阶级 吃着精致的食物在调情 拍摄地所在的政府 也觉得节目组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节目也没给当地带来什么好处 跟当初承诺的完全不同 而那些被遗忘在野外长达一年的参赛者 更是觉得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被这个节目组耍得团团转 所以他们一起对节目组提起诉讼 要求节目组赔偿他们在节目中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损失 也许最后节目组为了名声 或者不影响频道的其他节目收视率 私下和那些人员达成了协商 但这件事终究还是被广泛传播 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了这起乌龙事件 对Channel 4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节目组和参赛人员两败俱伤 令人唏嘘 好了 本期的拔丝地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哦 感谢朋友们